用板给你的这个弹力难度极大 中国队 全红蝉这是他本场比赛的最后一跳 5231D 稳住 球场这一跳呢最主要的就是球本 这条难度是2.0 对他的将这套动作只要是平稳顺利 在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完成 就非常好了 我们来多角度的还原这套动作 通过放大进篮分47分 完成了小伙子在U14的比赛里发挥出色 107C 难度系数是3.3的动作 向后翻腾三周半 暴息 已经把难度提升到一个相对高的位置 全红蝉做了一个405C 向内翻腾的动作 其实大家呢看惯了全红蝉跳台的比赛 今天在3米板上其实也大家非常的好奇 也有很多这个好奇心 来看一下 3米板上的发挥 要有信心自信 起跳充分 不错 10米台上的发挥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失误 但是很快的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 在他的副箱上面 3米板上能够快速地去做出调整 到了两个8分 还有一个7.5分 来看看全红蝉 进入到他最擅长的领域10米台上 也是要上难度 翻转结合 加油 没有问题 真直直的今天在10米台上 全红蝉再次把自己的优势体现出来 脚尖紧锋 非常放松 我们就开始享受比赛了 有效分最高给到9.5分 两个9.0 展示 这也是一个冲难度的动作 3.4的难度 307C 没有问题 白日明在最后一跳 用的是30 教练组对他的这一跳也是比较认可 要知道在去年的陕西全约会上 年轻的小胡子就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三个有效分都是8.0 这一跳达到了81.60分 382分 这是这场比赛中国组合 经纪的重点 理论 一跳 终于 去年轻的小胡子就给我们留下 这一跳 做西纹 这一跳 最后一跳 就能留下 小脆 你